女人打完电话没多一会 警车就过来了 女人的视线呆呆地追着警车 憋了一天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随后女人仓皇地转头 迅速钻进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终于绷不住大哭起来 司机好心问她没事吧 女人怎么也想不清楚 几天前还好端端地假 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几天前他们刚搬了新家 那天 女人因为不满对方坐地起家 和几个搬家工人闹了起来 丈夫本想请大家抽烟喝饮料 缓解一下气氛 女人正在气头上 一把姜烟夺了过来 烟不要钱 气肉不要钱 你当时在厂里搞招待 丈夫有些无措愣在原地 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妻子在外人面前打她的脸了 但女人不把这当回事 当天晚上 她还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好菜 晚上穿着清凉 暗示交流夫妻感情 但丈夫却提不起来兴致 甚至满脸抗拒 她只是呆呆坐在床上 像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李宝地 我要跟你离婚 随后拿起枕头 就去外面睡沙发 女人一夜无眠 上班也魂不守舍 她想不明白 丈夫为什么要提离婚 结婚十几年 好不容易苦日子熬到了头 丈夫却想抛弃自己 难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 于是女人听了闺蜜的建议 尝试对丈夫示好 希望挽回她的心 她甚至搬出儿子当中间人 爸爸 你别生妈妈的气了 你别在睡沙发了 但是丈夫铁了心要离婚 每天早出晚归 始终睡在沙发上 不仅如此 丈夫还开始夜不归宿 女人不禁怀疑 丈夫是不是因为外面有人了 才要跟她离婚 这天 丈夫又一次打电话 说不回家的时候 女人决定偷偷跟踪她 她从丈夫下班 开始一路跟过去 还真发现了 丈夫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眼睁睁看着她们 进了小旅馆 女人崩溃了 丈夫真的背着她在外面搞女人 这个当初一无所有 跪在她母亲面前沉默 会照顾她一辈子的男人 现在和另一个女人 走进了小旅馆 她千辛万苦 任劳人愿为耻的 好好的一个家就要被毁了 女人不甘心 她抹完眼泪走进小旅馆 从店老板口中 套出丈夫入住的房间后 她冲上楼 打算来个桌间在床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翻云覆雨的声音 女人怒从兴起 想毁了这对狗男女 她抓起灭火器 正要撞门的时候 正好一个小男孩 从楼上走了下来 女人想到了儿子 她不能让这个家散了呀 她的孩子不能没有家 于是女人咬咬牙 放下了灭火器 但是她也不打算就此罢休 她来到电话亭 拨打了110 举报了这对狗男女 这是很快被捅到了 她工作的场理 丈夫的主任职位 也因此被撤销了 而她并不知道 是自己的妻子举报 为此还对妻子心怀愧疚 当初闺蜜劝女人 要么和丈夫离婚 要么如果真想要这个男人 就好好抓住她的心 女人只听了一半 她是不想离婚 但是她没有办法咽下这口气 她不能原谅这个人 丈夫出轨的是 成了她抓住丈夫的拔 她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理亏的丈夫 这下只能安安分分在自己身边 这个乡下人就应该像以前一样 在家低自己一头 女人还在饭桌上 当着朋友的面阴阳怪气 就连闺蜜也看不下去 一家人了 你还总是乡下人乡下人的 挂在嘴里头 伤人呢 但女人不觉得自己过分 不仅如此 女人还嘲讽丈夫的性能力 对丈夫接过来住的婆婆 也没有好脸色 气得老人差点离家出走 看着丈夫抬不起头的样子 女人心里只有快意 但她没有想到 丈夫竟会做出比出轨还可怕的事 她跳江自杀了 儿子放学回家 却撞见妈妈和别的男人调情 不要脸 说人啊 男人把她挂在地上想把她 妈妈冲上来阻止 眼见阻止不成 拿过酒瓶就砸在了男人头上 楼下的人听到动静冲了上来 女人用身体护住儿子 可儿子却并不领情 她冒着大雨冲出屋子 女人一边给她撑伞 一边不住地道歉 而儿子始终一言不乏 其实 女人和儿子的关系 从丈夫死后就没再缓和过 还记得收到丈夫自杀消息那天 女人一脸不敢相信 丈夫的同事在旁边懊悔 说不应该这么跟她说下岗的事 女人不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寻短见 就因为下岗人就不活了吗 更让女人无措的是 丈夫留下的遗书里 她只给老母亲和儿子留下了几行字 而对她这个妻子 却没有提及哪怕一个字 就好像他们从未认识过一样 丈夫的葬礼上 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留下过一滴泪 那个男人那么狠心 她干脆利落地跳了江 毫不留恋地抛下了他们孤儿寡母 她才不要为她哭 闺蜜告诉女人 他们搬的新家风水不好 前面七八条大马路闸过去 这叫万贱穿心 不吉利 但是女人不信这个邪 也不认这个命 她不会让这个家散了 这不是万贱穿心 对于她 这是万丈光芒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女人拒绝了闺蜜的帮忙 也没有再婚 为了多赚钱 她干起了贬单的活 这一条就是十年 十年里 她起早贪黑到市场里挑东西 当牛坐马 只想赚更多的钱 工儿子读书考大学 然而 儿子却恨读了她 她小时候就看着妈妈数落爸爸 而妈妈对她也只会问作业 一言不合还大声苛责 所以她一向和爸爸亲 丈夫去世的那天 儿子对着女人大吼 你还我爸爸 长大后的儿子 更是对女人一脸冷漠 后来甚至不再叫她妈妈 她的温言细语只会对着奶奶 妈妈在她眼里 只是害死了爸爸的女人而已 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 婆婆建议女人出去住几天 以免影响儿子的心情 女人走在街上 正琢磨要去哪里住的时候 突然碰到了在市场相识 并好伤的男人 就这样 女人住进了男人的出租屋 只是没想到 高考前婆婆突然病了 儿子找上了门 想让女人回去照顾奶奶 却正撞见了她和男人在屋里 儿子看着女人手忙脚乱的酒派 嘴里冷冷吐出一个词 我信 儿子和男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而女人只想着不能影响儿子高考 她用身体护住儿子 一个劲道歉 所幸儿子没有受影响 她还考了个事状元 前途一片光明 女人开心得不得了 她所有辛苦都没有白费 谁知当晚儿子就拿出爸爸的遗证 说这个房子是爸爸留给她的 让女人搬出去 儿子考上状元 庆功宴上 却要和亲生母亲断绝关系 我跟你喝完这一杯 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妈妈 女人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她把儿子拉到天台大声质问 马文昭 我生你养你 那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 你有没有良心 谁想儿子却拿出了一张照片 原来儿子偷偷查访了爸爸当年的情人 从他那里知道了 当年爸爸跳江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得知了他因调娼被抓 是妈妈报的警 在他看来 毁了爸爸一辈子的是妈妈 害自己没有爸爸的也是妈妈 他不能原谅母亲 面对儿子的指责 女人不知所措 他恍恍惚惚递下了楼 终于想清楚 当年丈夫跳江前 早已知道是他报的警 所以遗书上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 丈夫到死都在恨他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成了逼死丈夫的凶手 她的心情坠落到谷底 跑到当年丈夫跳江的地方坐了很久 眼看着要跟着丈夫一起跳进江里去 但他终究是挺了过来 两眼放空地晃荡了一天 天黑的时候 女人看到一群孩子在江边玩闹 他们请他帮忙拍照片 看着相机里孩子们开心的笑脸 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像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开心过 自从丈夫自杀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笑声了 母子之间只有疏离和怨恨 原本应该是青春灿烂的年纪 却因家在父母不幸的婚姻当中 过早的荒芜 女人和丈夫之间的问题 他们双方谁也不能完全免责 而这场失败婚姻造成的家庭悲剧 却让年幼的儿子来承担了 女人终于想清楚了 于是他回到家里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准备搬出去 相好的男人开车来接他 他终于离开了这套万贱穿心的房子 他不知道 昨晚出去找了他一夜的儿子 此时正在角落里静静看着他 眼神复杂 或许他长大后的某一天 会突然理解并谅解了母亲 也可能他和母亲之间 一辈子就这样了 但是谁说的准呢 无论如何 生活还是要继续 无论万贱穿心还是万丈光芒 都得咬咬牙走下去